巴西南部的南大河州连日来遭到暴雨袭击 引发超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州内超过三分二地区都遭到了无情的洪水肆虐 市区内许多的道路和桥梁被摧毁 截着当地时间星期天 这次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78人罹难 超过11万5千人流离失所 还有百多人依旧下落不明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 会和地方政府合作 为灾区提供援助 协助重建工作 巴西南部南大河州连日来的暴雨 引发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毁灭性洪涝和土崩 导致州内将近500座城市 相等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陷入严重水灾 星期天航拍的画面显示 遭遇连日暴雨袭击的南部城市快乐港 已经沦为汪洋大海 建筑物几乎全都被洪水淹没 城市的道路和桥梁也被摧毁 切断了陆地的交通联系 让当地宛如一座孤岛 快乐港国际机场也从星期五开始暂停运作 快乐港的瓜伊巴湖决堤 流进城市的水位达到5.04米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甚至还远远高出1941年毁灭性洪水创下的4.76米 记录 暴雨还引发严重土崩 导致一座小型水利发电厂的水坝部分坍塌 巴西总统卢拉和内阁成员乘坐直升机巡视灾情 承诺联邦政府会和地方当局讨论救援和重建工作 并提醒当局不要在危险的地区重建房屋 避免悲剧重演 我认为有很多人的区域 有很多人的区域 我认为有很多人的区域 我认为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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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民主的区域 会让你再继续 那些区域 我们有很多人的区域 在区域 我们的区域 我们不可以 让人们的区域 在区域 在区域 巴西民防机构星期天指出 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78人 超过11万5千人流离失所 另外还有百多人生死未卜 当局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攀升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攀升